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于2016年大联盟选秀活动 由费城老鹰队在第一轮第二顺位相中 至今在六个球季先发参加比赛85场比赛 战绩44胜40败一盒 尝试传球3008次有1884次完成 成功比例为62.6% 累计推进距离2374码 共有140次传球达阵57次遭到拦截 最远传接距离76码 211次遭到擒杀 9次反败未胜 以及10次决胜传球 他在2016年新人球技就表现杰出 16场赛事都先发 在2017年例行赛季 他13次先发战绩 11胜200 尝试传球440次有265次完成 成功比例为60.2% 累计推进距离3296码 共有33次传球达阵7次遭到拦截 最远传接距离72码 28次遭到擒杀 老鹰队虽然于2018年2月4日 在明尼苏达州以41比33 击败新英格兰爱国者队 荣获第52届超级队 但是代表老鹰队出赛的四分位 却是10年28岁的佛列斯 Nicholas Edward Foles 温兹始于2021年2月18日 才由老鹰队经过交易转入小马队 他在例行赛季出战17次 战绩9胜8败 莫有能够在关键时 取胜队守进极技后赛 这是他失去球队领导 对他有信心的主要原因 2022年1月2日和9日午后 小马队在球季的最后两次比赛 分别以20比23和11比26 输给拉斯维加斯突击者队和战绩 原来只有二胜的 杰克森维尔美洲湖队 他在代表小马队的最后一次出赛 尝试传球29次有17次完成 成功比例为58.6% 累计推进距离只有185马 共有一次传球达阵一次遭到拦截 最远传接距离33马 六次遭到禽沙损失46马 还有一次失误调球 华盛顿司令对参加大联盟联赛 已经有90年历史 最近五个球技有四次战绩 只是七胜 从2012年至今十个球技 只有三次汉级后赛有缘 然而都在外卡阶段止步 在这段期间 华盛顿红人队华盛顿队的主战四分位 共有12人轮番上阵 即将年满29岁的四分位海尼基 泰勒海内克上个球技15次先发战绩 七胜八败 尝试传球494次有321次完成 成功比例为65% 累计推进距离3419马 共有20次传球达阵 15次遭到拦截 最远传接距离73马 38次遭到擒杀 损失278马 温兹刚满29岁 他的球技比起海尼基较未成熟 对于华盛顿司令队现阶段不拘而言 温兹至少来年要尖挑重担 海尼基则需要继续磨练战绩 至于球队能否再有机会培育替补 言之上早 彭广阳 2022年3月10日